Hello,今天是日本新生活的第二期 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刚刚收到的东西 来自于Bitlock的电子锁 因为日本的门的锁结构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国家的电子锁也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这家公司是一个科技的初创公司 现在他们生产的电子锁在日本已经算是卖爆了 卖到简直是要排队两到三个月才能收到货的一个情况 然后好不容易我已经收到了 它有三个颜色,白色,粉色和黑色 我买的是黑色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对应的锁的套件 一共两样 它是通过蓝牙连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无线的操作 同时可以搭配手机和手表端进行一个遥控的操作 首先开这个箱之前 我先带大家看一看日本的门的锁结构是怎么样的 好了,现在呈现在我面前是日本的门锁 实际上他们门锁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平常开门关门的话都用这个扳锁就可以了 额外的话它有一个繁锁的锁头 锁头的话是单独通过这个来控制的 比如说我回了家以后我把门繁锁就OK了 那么当我平常出门的时候 我就会需要用钥匙把它插进来 然后单独的把这个锁扣给它搬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两个锁扣是单独操作的 这个只控制底下 这个控制外边 而现在这个电子锁的原理就是通过一个机械的结构 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当我关上门以后它会自动的把这个拧过来 所以说我就不需要用钥匙出门的时候再反锁一道了 当我进家的时候 这个机器感应到我手机的存在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打这个拨开 我直接一拉门就可以进屋了 大概的电子锁的原理就是控制这个开关 刚才已经看到日本的门锁结构了 实际上日本的门锁全部都是这种样子的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每家每户都装了防盗门之类的 日本的话基本上全是木门 加上这种单扣锁的结构 好 下面我们来开箱电子锁 好了 把它拉开 看到了吧 非常有质感的这样一个黑色的塑料 然后把它提出来 好了 它的背部是有一个3M胶的 上就是粘在门锁的内侧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它只要把这个撕开 OK 里面实际上就是控制这个锁扣活动的一个旋钮 可以看到当我在外面旋转的时候 它里面也都是在动的 实际上这个动作就通过它的一个电池来驱动 然后这有一个闭门的传感器 把它贴在锁的旁边 只要门一关上 它跟这个一检测到近距离的话 这个锁就会自动的上扣 就是一本说明书 包括了可以下载它的手机端的UP应用 然后还给你配了一个3M胶 比如说你要搬家或怎么样之类的话 你就可以二次的进行使用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件 它的锁 它有三种不同的锁扣 好像这个我好像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这个房子的话 它这个锁是标准锁型的 标准锁型好像就不再需要这几样东西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的那种比较大型的锁 才会用到的 然后在这个锁的主体上边 背后有一个拉扣 然后拉开应该是电池 听到声音了 看看它电池是怎么进行更换的 是这样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有4颗电池的 它配的是 Panasonic的电池送下的 然后这个锁呢 你别看它挺便宜的 其实它的做工真的蛮精致的 非常精致做的 很漂亮 而且很有这种科技范 很有科技范 所以不愧是互联网的一个初创公司的产品 然后现在呢 我已经下载了这款手机的UP应用 一会儿我们可以用这个UP连接这个电子锁 来进行一个使用上的操作 现在我把锁调到横行的状态 然后跟这个应该是相吻合的 在说明书的第五页呢 有一个机器的二维码 让我进行扫描 OK 扫出来了 它现在正在安装这个锁的应用 OK 已经安完了 OK 试一下吧 开锁 诶 开了 关了 下一步呢 是让我安装这个闭门器 闭门器的话一定要安在锁的旁边 好 安装在这个位置 看看下一步怎么操作 OK 现在已经操作完成了 我点一下开锁 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我直接出门 关上门以后应该会自动上锁 诶 完成了 噢 这个电子锁真的太棒了 很好用 嗯 感觉不错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的新生活 终于有了一把自己的智能门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